一回到門口來了一位像洋人不像洋人 像漢人又不像漢人 像滿人又不像滿人的自稱華僑的人 給您送上一份東西 十三娜 給我拿過來 是 這去了拐彎的寫的啥玩意兒啊 十三娜 你幫我看看 回太浩 這是我的同學林一忠給我寫的照片 你的同學 你這個同學怎麼流洋了 就不寫漢字了 那樣可不好 太浩 我這個同學啊出生在英國 剛剛學會說漢語 這漢字還不大習慣呢 哦 那倒是可以原諒啊 你剛才說那照片是跟我們拍的照片嗎 對啊 快打開看看啊 哦 十三娜 你咋這麼聰明呢 你看 這這這是我嗎 太浩 不是我聰明 是您自身榮光灌發啊 我有這麼年輕嗎 你就怎麼瞧著您就怎麼年輕啊 第一個 小李澤 你看看 十三娜在你這場16會 好不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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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ínhof 漂亮的 경우 十三哥哥 奴才还有件事要禀报 十三哥哥的杨同学 就在门口等着奴才送收据呢 请十三哥哥给奴才签个字 十三啊 你这同学都已经到 颐和园门口了 还不让我们见见呢 不瞒您说太后 她从小在国外长大 对咱们大清国的规矩 是一点也不懂 就连下跪下您请安都不会 我怕她毛手毛脚惹您生气 没关系 我们可以免除跪拜吗 快快快 把她请来 谢太后 哥哥 就这个人 查尔斯 玉琳 走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什么人 说出来怕吓你一跳 是大清国至高无上的女人 当今光绪皇帝的姨妈慈禧开后 开什么玩笑 我可不去 你个堂堂大男人 还怕羞啊 我才不怕呢 我是讨厌你们宫廷里那些军军沉沉的臭规矩 听说见了皇帝太后 不但必须跪地磕头 而且还要三户万寿无疆 多无聊啊 俗话说入乡随俗 我看你就将就吧 为什么是我必须去看望她 我不想去 你敢 实话告诉你 今儿个可是太后要召见你的 在大清国 谁要是敢违抗她 可是要掉脑袋的 连皇帝都要敬畏她三分 我才不怕她呢 她越高高在上 我越不买账 这有你的 我刚才是考验你 看来你没有白学 炫耀丽诗人裴多菲的革命诗篇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作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我就知道你的牛脾气 不过我今期前跟她要商量好了 你见到她的时候不用下跪 真的 那当然了 这在大清国可是破天荒的 连光学皇帝都享受不了这种待遇 你得意了吧 那还差不多 走吧